这条鱼,整鱼又吃的差不多了,知道多少钱吗? 一条整鱼,七美金 还有一个华人区,叫罗兰港的,这条整鱼,卖10块钱 而且美国的这个餐馆,上面贴的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上面写的这个价格,别看不懂 这个价格9块9块9块 这个价格文化了,上面这个价格写的又有一个中国人 这个价格不含税的,最后还叫另外收税,但他这个7块钱包含税了 还有这个饭,炸到一块,那个饭是炸到税的,总共鱼加饭是9块5毛钱 9块5毛钱,9块5美金啊 这和人民币都60块钱了,60块钱左右 所以这样就知道,但是呢,他这个7块钱,他妈妈看得跟中国人民币一样的,就是7块钱,也很便宜的 这是美国的吃,美国的吃,我今天在这家食堂 小炕,这个食堂,再吃 饭是吃完了 饭是吃完了 总共来讲,怎么讲呢 加上汤 汤是免费送的 加上汤是免费送的 可以做 支持 宋家 有些拔鱼 吃 pill 中美料很大的鱼 小姐买一个机器 这个是一家中国桶 一般的情况下,在中国大陆,现在另一个人,一天只吃一次,晚上吃。 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了,是不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菜,菜别的新鲜,鱼啊,米饭吃起来,比中国大陆吃的要新鲜,所以中午一般下午一两点钟开始吃,吃一顿也可以,晚上有的时候吃点点心。 这个鱼感觉到在中国大陆是好吃的。 你看这个鱼。 练功的鱼,首先要懂得修身养性,评论哪些吃对自己身体有个好处的鱼。 我一般吃鱼。 流洋肉比较多。 这时候吃猪肉。 素费一般是汤。 练功早晨不起来练功。 一般是在傍晚的时候。 一天吃一顿可以感觉,古时候有人讲过午就不吃。 过了午时一般不吃饭。 但是看什么情况,因为我是傍晚的观念,一般在下午或晚上吃。 不是说吃的越多也好,不是说吃猪肉多就好。 最有营养的,要讲,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 天上飞的不如水里游的,水里游的不如土里酸的,像泥九黄山。 我们现在吃不到的鸡黄山。 我们就吃点了。 那比天上飞的要好。 我们讲的天上飞的,基本上就是鸭呀。 鸭。 鸡鸭鸭里面鸭和鸭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很少卖。 有卖鸭的地方,卖鸭是比较贵的。 可能米国产鸭子不产鹅吧。 鸭鸭。 基本上就把它吃光。 吃要会吃。 练功要会的。 你看我们的精神。 公安会吃,你不会练功,不会运动也不。 天天锻炼自己也好。 你早上天还不亮,你就爬起来。 你这种锻炼也好。 不但你这样对身体没好处,而且还有害处。 不是说早上起来走,倒点脚。 为什么呢? 这种锻炼做了。 他将那个科学院的夹法叫光和绿素。 没有阳光照射在绿色的粥上面, 比吸进来的氧气、空气,比身体没好处。 所以要进到阳湾,一般是在晨时以后 知道什么时候晨时呢? 早晨五点至七点为马时,七点到九点为马时 下午一般在有时左右 早上五点钟起来就是马时,下午五点钟起来就是有时 马上有个常证,三天钟到五点钟早上是饮时,下午三天钟是饮时 一般在饮时到某时这段时间,下午是晨时 下午就是三天钟是一个晨时,银晨常证 也就是在晨雨这段时间,下午晨雨就可以练通比较好 我说的是正常的天气 如果天很热的话 像我们练过的练群 对到晚上 在叙使 晚上七点到九点 直到先进不要 九点到十一点 也不是很好一个 夏天容易躺 避开太阳 在叙使高赛 但是现在这个天不是很热的情况下 冬天有太阳的情况下 三点到七点 洛杉矶这个地方 七点钟天还没空 七点钟以后气温就开始燃热了 不适应燃热了 对于中国古代积木时候 很想法 我们说的这个练功不是说用来搏击 现在都有热兵器 那美国人保安都在敲 哪年再离到那个超市里面 可能保安都在敲 也武术再离开 有点能量的也不行 而且美国人都不屑于武斗 现在练功的一方面是为了健身的 懂吗 我发了个视频 你比较有意 就是为了练功为了搏击 那是次要的 主要是练功 修身养性 道家天人和益 道法自然 大道之解是没在来 你看见那个上面 发的视频讲的很复杂 实际上很简单 你掌握的道理来就很简单 鱼柔至高 千招会 不如一招心 实际上来千变万化 都是放松 天下无功 唯快不功 等到我的意思了 来一下 看这个鱼 吃到光光的 吃到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饭也是差不多了 唐 哎呀真好玩 他们这个全部都是在这里 但他们用的这个筷子 在我们的中国大陆是不用的 这种素料勺子呢 它这里没有拉一种 公正筷 不了怎么回事 美国的餐饮商业 不管是征餐馆或什么都是不加税的 这些价格在我们中国9块09分就是9公斤 但是它还额外加税 所以它的税收一般在 一般在 一般在 0.09分的税收 0.09分的税收 不到0.09分的税收 就是大概在10分之0.09分的税收 0.09分的税收 那么这个就是密码标样 给你实用的价格本来 他还有另外的算税 今天随便讲讲练功与饮食等等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你们相信就相依 还有我对练功时间的一些观点 仅是个人观点 每个人因自己的情况而定 后果 如果没有专门咨询 每个情况 你自己无法 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是不承担管理的 仅是个人观点 各位 拜拜 就到这里